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这个故事主人公呢 叫二大爷 现在改名叫二爷 这个二爷啊 在北京话里面好像不大好听 二爷是对应的就是二奶 不知道他为什么把二大爷改成了二爷 由要当别人的二大爷变成了当别人的二爷 也许是找到犯折了 曾几何时啊 就是突然在推特上就冒出来这些曾经在微信上混得分身水起的这些所谓的靠写作为生的人 当然啊 这里边可能也包括我吧 都混到推特上来了 但是呢 混到推特不是问题 问题就在于他们把他们在基国所习得的那个特有的政治视角也给带了过来了 政治正确 一头跪倒在这个 这种当今的这个 主流世界的这些政治观察或者这政治群体当中 散得性吧 把他们那种很浅薄的那些认知给表现出来 哎呀 看着实在是令人作偶 这位二大爷就是这样 他发了这么一条帖子 说许多美国华人罔顾自己是少数族裔的事实 却拥有一颗白人极右民粹的心 对于捍卫少数族裔的LGBT平权 保护移民群体等活动大家诋毁 甚至造谣诅咒 对于公然剥夺自己购买房地权益的倒退提案 却茫然无知甚至叫好 你不喜欢所谓的西方左派恰恰是在伸张你的利益 你推崇的所谓保守右派恰恰在侵害你的利益 他这个帖子我给了一句评价 这个评价发出之后呢 这位二爷就硬生把我就拉黑了 那这位二爷那个我的评论是什么呢 我说这个狗东西的白痴程度啊 令人叹为观止 我今天就他这个帖子的其中一条LGBTQ的平权这个问题 跟大家谈一谈 因为这个是 我的朋友杨贝昌先生 在西班牙的杨贝昌先生 他看了我骂阿比大业的帖子以后呢 很心平气和的 发了 也跟了一条帖子是写给我看的 希望我能够认认真真的讲道理啊 不是张嘴就骂人 杨贝昌先生是这样讲的 说有人认为左派政党保护了少数族裔的LGBT 所以他选择支持左派 没错 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 和我贵州老家的农民一模一样的思维 组织让我吃饱饭 所以我热爱组织 他们的问题是总是站在自身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从来不跳出自我进行思考 民主党对某一群体的慷慨 其实是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换来的 杨博士这个帖子写的非常棒啊 所以呢 我呢 在他下面跟帖呢 就跟了非常长的帖子 就把这个LGBTQ的情况大体的说了一下 我觉得说完了呢 还是不过瘾 我还是来录一期节目呢 谈一下这个事吧 先回到这个自由车这位二爷 是吧 这位不知道是哪个贵妇人的二爷 这个帖子上面下面的那段话简单说一下 他后面讲的所谓的保守右派在恰恰侵害你的利益 这一句话就表现了他对这个美国传统的无知 是吧 其次呢 就是说左派在伸张你的利益 这个和后面那句话是一个意思 他前面有一句话叫公然剥夺自己购房买地权益的倒退提案 这个话简直是当他讲出来这种话的时候 他就不是一个左派或者是右派的关键问题 而是这个人满脑子都是大便 甚至可以用更难听的话来骂他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出现在德州和福州的提案是很清楚的 是禁止外国人在这些地方买房 美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的拥有很大的地方自治权的德州和福州 有没有权利制定一个法案限制外国人在本州买房置地 他当然有这个权利 是不是 他而且他的这个他的提案当中明确的说明 呃 排除掉这个这个 呃 绿卡和这个呃 美国永居的这么一个群体 所以这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那么你在胡搅和什么呢 是吧 呃 再有呢 就是 再有就是 那么如果你认为德州 呃 福州没有权利制定禁止外国人买房置地的提案 我请问你 这个地 这个地球上有哪个国家可以如此自由的这么做 你到中国 你能从从你哎 这位这位二爷据说是贵州人 你能从贵州到是吧 那个北京轻易的取得北京的城市户口吗 你能在北京让你的孩子随随便便上学吗 哎 你在你在中国是吧 呃 据据我所知 您是一个刑警出身的 我绝不相信您在干刑警的职业的生涯中 没有侵犯过人的权利 但是您这样 呃 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 是怎么通过一个白人律师叫艾菲利的取得的美国的政治庇护身份 我对这个事情本身就很好奇 一个极权政府的爪牙 怎么可以在美国取得政治庇护 呃 这个事情你能给大家说个清楚吗 呃 当然了 这是你的私事 我们就不谈了 还就接着就观念谈观念嘛 那谈你的私人问题有时候不太好啊 呃 再叫白人极右民粹的心 呃 您倒是不白人极右啊 你还特地找一个白人律师啊 这个白人律师专门吃华人饭呢 是吧 您还是挺信任他的 虽然我对那个人印象非常的糟糕 那这个罔顾自己是少数足一的事实 这更是他妈荒唐 老子来美国是想当美国人 不是想当华人啊 更不想是和你这样的这种华人 三天水狡猾的华 和你这种人混在一块 对不对 呃 什么是美国人 那就是实现法治之下的自由 做一个公民 而不是做一个奴隶 呃 既不崇拜民主党 也不崇拜共和党 对对任何一个公民来讲 防公权力如防贼寇 政府仅仅是 呃 必要的罪恶 并不是用来崇拜的 你以为保护GDP平权给你发福利 你就认为你就 你扑通就跪下来叫爹了吗 呃 您既然这么缺爹 您干嘛要从中国跑到美国来呢 闲言少叙 我们接着下面讲 这是讲他这个 呃 这个 LGBT平权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对LGBTQ平权 LGBTQ 呃 它如果是仅仅是局限在一个私人范围内 你在你的家里你磨镜子走后门 这是你的私事 呃 绝对应该受到保护 也绝对禁止任何政治权利 呃 公共的权利 进入到你的家里对人私人的进行干涉 没问题 你可以随便搞 你哎 怎么挖怎么挖 都是你的自由 哎 两男 两女 哎 无数男 无数女 无所谓 您随便 您认为你觉得是你是什么身份 您就是什么身份 你不要说你是一个 一个男的认为自己是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认为自己是个男的 即使是一个男的认为自己是雕狗 我一个女的认为自己是头猪 这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您的自由 您随意 但是在公共领域要严厉禁止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 我们要从道德上进去否定它 要从制度上防范 把它压制在私人范围内 因为它是错的 它是荒唐的 它是败德的 为什么它是错的 它是荒唐 它是败德的 呃 我一点点来讲 就是美国的这社会传统 无论是无论是它的道德传统 还是它的政治传统 它都来自于基督教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道德资源 如果这个道德源泉要是崩溃了 那么谁都不得安宁 就您您这位二爷 你也得来美国 您申请不了政治庇护 你得乖乖的还回到那份坑去 因为美国崩溃了 你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那么构成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道德权威的 它是什么 它是那个它的基督教的 它的内容 其中就包括上帝设立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是它这一个秩序的最重要的根基 呃 在这样的一个根基当中 它命定了一个子女需要荣耀他的父母 而父母呢 需要照看他的子女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组建家庭 抚育子女 子女需要尊敬父母 父母呢 按照圣约 养育子女在无伤害的情况下 长到成年 这是美国政治制度 长期得以维持的民情基础 而不是你那些LGBTQ 磨镜子 是吧 磨玻璃走后门 是吧 那是在毁坏道德根基 因为根本不存在 一男一女以外的任何性别 上帝造人 只造了一男一女 没有造川斯坚的 也没有把男人造的像一个女人 把女人造的像个男人 这是美国最基础的最基础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我们谈论美国问题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发现有一个纠结 那就是说 破坏美国传统和道德根基的这个公共问题呢 他有很多个个这个性问题 他其实是所有的议题当中的之一 但是呢 像二爷这种这种货色 他是中国人是吧 甚至中国人 死是中国死人 他对他来讲呢 可能觉得会莫名其妙 因为他不理解美国是一个后现代社会 后现代社会呢 他是 他是在美国不断发生的这种自由主义 左翼革命的帕里托改进 所以才导致了这么一个后果 就是要求越来越平等 越来越民主 越来越自由 反而就在颠覆这个国家的 产生和塑造这个国家道德权威的源头活水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点呢 就是像二爷这些中国人呢 他们刚刚进入到现代社会 他对这个后现代社会 他会觉得匪夷所思 那我们就简单讲一下 到底是什么是LGBTQ LGBTQ呢 他指的是L是指的是女童信念 G是G是男童信念 B是双信念 T是transgender 就是跨性别 Q就是quare 就是非异信念 或者是不认同出身性别 就是又被称为叫酷儿吧 LGBTQ的他的标志性呢 就是他的彩虹旗 作为他的共同符号 他的寓意是自我认同 团结 骄傲 共同的价值观 效忠彼此 我以前呢 是设计师 以前我做设计的时候 特别喜欢用彩虹 自从知道了这个LGBTQ 这玩意儿以后 生物痛绝 我再也不用这个符号了 是吧 他这个彩虹旗的设计者呢 叫吉尔伯特贝克 他是在1978年 旧金山同信念自由日 庆典时设计了彩虹旗 这个人呢 他将美国的信条旗 改成了自以为是希望的象征 和解放的象征的这么一个彩虹 好了 后面我讲一讲 这个LGBTQ 他的荒谬在哪里 他荒谬大致有十个问题 这十个问题 我相信 只要我只要有起码的思考能力的人 都没有办法回避 第一 号称跨性别者 通常有比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我觉得这个不难理解 是吧 如果你二爷在家 突然哪天想拿刀把你的手剁了 你们的家里人一定会认为 是你的心理健康出了问题 绝不是认为这是你的权利 那么那些跨性别者 要把自己的鸡鸡割了 那你觉得他不是心理健康问题 他是什么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 不是十分恰当的举例 意思就是这个 第二 跨性别者的 他的第一性的特征 并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 他的生理特征的 生理性别 才是他的真正性别 每一个所谓的跨性别者 他长鸡鸡的 他带巴尔的就是带巴尔的 他没带巴尔 他就是没带巴尔的 他这个东西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第三 没有完成性别重制手术的变性人婚姻 是等于变相的承认 同性的婚姻 第四 跨性别的男性 如果能够怀孕 就改变了传统上 只有女性才能怀孕的定义 事实上今天也没有任何人做到 那就意味着 鼓吹LGBTQ群体的 他们最终会绝肿 因为他们违背人类生育众多的圣约 他们除了绝肿 他们别无他途 都用不着这个上帝的天火和硫磺 第五 在我看来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逆向歧视 因为不论是在哪个国家 哪个社会当中 LGBTQ群体 它都是极少数的群体 是人群当中极少数那种心理阴暗变态 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这么一个群体 那么你强调 这小部分人的群体平等权利 把它放到公共空间当中去强调 就意味着它会是一种特权 它导过来会歧视那些并不认同这些的人 比如信仰群体 比如在女子这个运动赛场上 那些便携人 她参加那种女子的比赛 她会对那些正常的性别的这些运动员 造成一种逆向歧视 甚至是巨大的不公正 所以LGBTQ的最近 现在和女权群体也是闹矛盾 因为道理很简单 女权运动搞了好多年了 总算有实现了一些成果 结果由于LGBTQ的这么一折腾 使他们的成果化为乌有 因为他们一直在追求男女的平等 结果发现还有越来越平等 还有更加要求平等的 第六点 在教育实践中 它会带来儿童对性别认同的混乱 你要扩展开来看的话 它这种行为本身就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存在 性别混乱的后果是什么 那就是我刚才讲的 人会绝种的 第七暂时还没有完成性别重制手术的这种跨性别者 他使用符合自身 自为认同性别的洗手间和更衣室 比方说我是个男的 我非是说我是个女的 我进女洗手间和女更衣室 这就可能会引发那些生理性别 就是正常的那些人 他对他们产生这种性侵害 或者是带来一种恐惧 对吧 我进到女厕所 我去摸摸人屁股 这种事情是可能会发生的 至少说会让人极度的恐惧和心理不适 所以说你要想进这样的厕所行 你起码把你的作案工具给没收了 你不能抬着枪 你就进只有敦式的女厕所 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八点就是性别主观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性别是由人的主观来定义的话 那么科学将会变得没有意义 它颠覆了一个社会的传统 使得不同的人群之间完全失去了界限 从而从根本上让人丧失自由 我们所有的自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 是基于一种甚于观念之上 一男一女 根据这一男一女的定义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自由 否则的话没有自由这回事 自由就是放纵 自由就是无法无天 自由就是等于报名 第九点就是认可身心障碍 就是一个人不论他是否完成性手术 他的身心健康都会遭到一种颠覆性的影响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就是说那些完成手术的人 他这一生当中可能都需要药物来维持 这至少可以证明一个道理 性别是不可以逆转的 不存在改变性别这回事 最后一点 在LGBTQ群体当中 他们互相歧视是广泛存在的 所以你们也就别呼吁说别人不要歧视他们 他们自己都互相歧视 作为人的心理活动 歧视实际上是人的一种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你这一部分人就会看另外一部分人不顺眼 所以他并不适合用法律来规范 歧视只能被限制在 不允许出现在公共空间当中 比方说我在大街上逛街 我突然见到一个同性店 我不能歧视他 我不能轻易去冒犯他 因为这是法律问题 但是如果他来我家里 不好意思 我肯定会哄他出去 因为我从心里 我对你们这种行为 我感到不适 我不舒服 你可以认为这是歧视 没有问题 我就歧视你怎么了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 这个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问题 是吧 大概跟LGBTQ 就是这么十个内容 我不知道前刑警 这位二爷您是怎么认同 您的性别的 有一句话叫 这是来自黑人思想家索维尔所讲的 就是当决策的成本由别人承担的时候 这种决策就会变得很随意 同样的道理 如果这个所谓的唱着高唱平等权力的高调 是这种结果 这种成本是由别人来承担的话 你就可以随意的去唱高调 如果二言您的女儿送去做LGBTQ手术 或者是您的儿子去把鸡鸡割了 你会同意这种做法吗 你会认为这是心理问题还是她的个人自由呢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